return这个字呢两个音节 第一个是re我们念成re turn的ur是另外一个母音 我们念成turn 这个字中音节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念成return return这个字呢 它可以当作急误 也可以当作不急误 中文我们翻成回应回报 或者是返回回去什么地方 它除了可以当作动词之外呢 还可以当作名词 当作名词我们因中文翻成回应 或者是回报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Brenda called Neil earlier while he was taking a shower now he is returning her call Brenda这位小姐呢 called Neil 打电话给Neil 什么时候呢 earlier 较早的时候 这个earlier其实很简单 就是early 早这个字把y去掉 再加上ier 变成一个所谓的比较集 就是稍早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边翻译成先前 所以呢 Brenda呢 稍早的时候呢 打电话给Neil 什么时候打给他的呢 while he was taking a shower 那个时候呢 他正在洗澡 所以我们说呢 洗澡英文就念成 take a shower 所以接下来他说 now he is returning her call 好他现在呢 正在怎么样的回电 好 所以呢 这边有个片语呢 我们不妨也把它记住 好 就是所谓的 return one's call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回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My uncle is in Paris now He will return to Taiwan next week 好 我的叔叔呢 现在正在巴黎 He will return to Taiwan 他将要呢 返回台湾 各位有没有看到 当他当作返回的时候 是属于不极武动词 你不可以直接接名词台湾 你不可以说呢 return Taiwan 你一定要加上一个介系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return在这边 是一个不极武动词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接名词 一定要再接上一个介系词 好 那什么时候要回台湾呢 Next week 下个礼拜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句 I bought Shirley some cakes in return for her kind help 好 Bought这个字我们都知道 是buy 买的过去式 我买给 Shirley 什么东西呢 一些 cakes 一些蛋糕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句子变成 I bought some cakes for Shirley 我呢 买了一些蛋糕给 Shirley 好 我为什么要买蛋糕给她呢 当然不会平白无故的 好 那这边有个片语 非常的棒 同学呢 不妨把它记一下 他的英文呢 就念成in return for 好 所以in return for的意思 表示对什么人 所做的什么事情的回报 那这时候return呢 我们中文就翻成回报 好 所以呢 这个片语呢 算是一个蛮常见到的一个片语 那最后一个 Andy在帮各位补充的 好 这个片语呢 就是所谓的 return the favor 好 所以呢 I did this to return the favor 好 这个favor指的就是帮助的意思 各位还记得吗 我说呢 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吗 Would you do me a favor 好 各位那个favor 就是这个字 你可以帮助我这个忙吗 我现在的回报 因为你帮了我这个忙 我回报给你 所以这个return的favor 我们中文就翻译成 报答恩惠 好 所以这个字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return 动词回应回报 返回回去 当作名词 回应 回报 …… 感谢观看